周老夫人病入膏肓 不是一日两日的事 她心里早有准备 既然周老夫人能把全哥亲手交给她 她也不能过度执着于从前的恩怨 周十九毕竟是在周老夫人和周老太爷跟前长大成人 就算是还这份恩情 也要帮着全哥 更何况 周十九对周老太爷 不只是报恩而已 是真正当做了自己的长辈 周老夫人听的这话松了口气 脸上终于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紧紧地攥了一下全哥的手 别哭 别哭 这样一说 全哥哇的一声哭出来 屋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 沈妈妈也正在一旁抹眼泪 明依将全哥搂在怀里轻声安慰 全哥渐渐地安静下来 沈妈妈这才将全哥带了出去 沈娘 明依看着躺在床上毫无生气的周老夫人 你还记得王爷小时候的乳母吗 周老夫人吃力地睁开眼睛 点头又缓缓地摇头 过去这么多年了 不知道见到还能不能认识 林依看见狗妈妈 狗妈妈合手快步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一盏茶时间 一个头发花白 身体臃肿的妇人 扶着个年过六旬 古兽如常的老太太进了屋 周老夫人微眯着眼睛看过去 正仔细辨认 那身体发福的妇人 又给周老夫人请了安 老夫人 您还记得奴婢吗 奴婢是沉香 王爷小时候是奴婢带的 沉香笑的时候 脸颊上有两个圆圆的酒窝 周老夫人越发觉地眼熟起来 长喘一口气道 我想起来了 沉香 沉香合手 周老夫人的视线 又落在了那老太太身上 那老太太颤颤巍巍地 给周老夫人请安 老夫人 老身是未婆 一直帮人接生 您生大老爷的时候 找过老身 那时候老身去了通州 没能赶上伺候您 说着顿了顿 康王爷 是老身亲手抱出的 老身记得清楚 当年康王爷 先天不足 老身还提醒老郡王爷 要寻太太医院的御医来医治 老郡王爷 急得不得了 这是郡王府 唯一的子嗣 万不能马虎 老郡王妃 也是因为过于担心 康王爷 才落下了月子病 老身接生的虽多 却次次都能记得清楚 更何况 伺候的是宗世营的主子 旁边的陈香也道 接生了康王爷不久 魏婆一家就搬回了泽州府 要不是去年 魏婆进京投靠老儿子 奴婢也不会遇到魏婆 周老夫人心事有些吃惊 逐渐地情绪平稳下来 皱起的眉宇也渐渐松开 陈香和魏婆告退出去 周老夫人颇有深意地 看向林怡 你有心了 她一直不能释怀的是 怀疑袁澈是周赵佑 和外面女人生养的 现在 有陈香和魏婆跟她说清楚 她也可以真正放心地 闭上眼睛 林怡派人去查 是想要让袁澈西安 能告诉她 也是不计较她从前的座位 周老夫人合手 疲倦地闭上眼睛 争了一辈子 没想到 却落得这样的结果 脑海里 不由自主地浮起 周元景小时候的模样 长得云云滚滚 让人喜欢 谁见了都说 这孩子真有福气 是她太过偏爱 疏于教养 周元景 才会落得那般结果 可论起来 不光是她这个 做母亲的错 周赵佑 又何尝在两个儿子身上 费果新鲜 如果能多一些关爱 她又何必 那般愤恨 周老夫人长长地叹了口气 眼角微湿 沈妈妈将临仪送走 回到屋子里 现身问周老夫人 药间好了 你喝了再睡 周老夫人合手 看向沈妈妈 单子给了王妃 沈妈妈应了一声 王妃让奴婢 一起清点之后 横抄两份单子 一份放在奴婢这里 一份王妃保管 周老夫人脸上 露出欣慰的神情 没想到 林姨虽然精明 却为人这般执政 这份梯节留在她手里 将来一定会原封不动地 交给全哥 老夫人说 将东西交给王妃保管 沈妈妈也吓了一跳 这样一来 岂不是羊肉虎口 可如今的情形来看 老夫人这一步 还是走对了 周老夫人思量片刻 突然睁开眼睛 看向沈妈妈 不能请你饶了郭氏 就算我肯 枉死的真事 也不能答应 沈妈妈目光一凝 弯身道 您放心 奴婢都按照 您的吩咐去做 林姨从周老夫人屋里出来 正和蒋氏说 周老夫人的情形 郭氏红着眼睛迎上来 您说说 这可怎么办才好 娘就是不肯信我 王妃也知晓家里的情形 松石营的长辈若是上门 王妃可要听我说说话呀 正是劝她 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 狠狠地踩周老夫人一脚 郭氏擦了擦眼角 我是竭力在撑着这个家 借完几个孩子 从前都没有管家底子 就算要改 也要有些时日啊 这话一语双关 不但将真事推在前面 更提醒她 全哥还在祖宅中 若是有什么闪失 那全哥说不得 就要由她来抚养 不要说 全哥的正经审神是郭氏 这样用全哥来威胁她 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就算不计这个 她也不会因为想要推开全哥 就和郭氏宏愁抵抗 林姨微微一笑 劝说郭氏 二嫂要好好和沈娘商量 沈娘也是在妻头上 郭氏惊讶的目光一闪而逝 林姨和蒋师上了马车 蒋师才问 说得怎么样 是不是要把全哥托付给你 林姨合手 蒋师侧头看过去 你可答应了 林姨迎上蒋师的目光 全哥已经懂事了 可以自己选 是在祖宅 还是和我们去王府里住 蒋师笑着看林姨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要是旁人 恨不得借机对付周老夫人 对付周老夫人 却不是全哥 生了孩子之后 她对小孩子 也格外心软起来 全哥也不是任性的孩子 只要她真心相待 想必他们定会相处得很好 回到王府 林姨跟到垂花门 一个小人 飞快地冲过来 扑进她怀里 林姨还没顾得上看 怀里的恒哥 先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薄荷 林姨立即皱起眉头 恒哥 你又去折薄荷了 一双脏兮兮的小手 立即伸到林姨面前 手心里是蔫蔫的枝叶 姨 母亲 我香不香 小胳膊 顿时缠上林姨的脖子 手还在林姨身上 迈力地搓着 林姨站起身 恒哥的手脚并用地 含在林姨怀里 活像是一个小蜘蛛 胡桃吓了一跳 往上前去抱恒哥 二爷 二爷 奴婢的您去洗一洗 说着话 奶妈和两个妈妈也到了 恒哥将林姨抱得更紧 边躲边呼喊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跟着母亲 才三岁多的小孩子 虽然不沉 可是扭起来 却让他吃不消 林姨小声地喊恒哥 好了 好了 母亲抱你回去 恒哥立即笑起来 回去之后 母亲用薄荷 给我洗澡 好不好 原来是这样 昨日 辉哥去族里听学 长了肺子 他才让人用了薄荷 给辉哥洗澡 林姨看向旁边的奶娘 一会儿拿薄荷液 给二爷洗一洗 奶娘硬下来 神情颇有些不自然 怎么了 林姨问过去 奶娘和几个婆子 都绷着脸 还是旁边的妈妈开口 二爷去了您屋里 摘了您心中的薄荷 他屋子里的薄荷 是士博司 先送给张芸依的 殷先生 特意留了两盆给他 闻起来 有一股苹果的香气 怪不得 恒哥身上的味道 他觉得如此熟悉 娘 薄荷长好了 我帮你摘下来 恒哥好不好 上个月 周十九带了一株兰花回来 将长好的一朵 粘在他头上 恒哥看到了 也要去摘兰花 将一整盆兰花 抓得惨不忍睹 有了从前的经验 他不用去看 也知晓 那几盆薄荷 成了什么模样 这孩子毕竟只有三岁 他还能因为薄荷生气不成 林一抱着小恒哥 只好认输 好 恒哥最好了 不过下一次 不能自己去摘 要等母亲回来 一起摘 知道吗 恒哥小脸上露出 软软的笑容 林一将恒哥 一路抱着长廊 就再也抱不动了 母子两个 在亭子里歇了一会儿 旁边的小丫头仙儿 变了草蜻蜓来逗恒哥 且让恒哥自己回去院子里 恒哥动也不动 将头挨在林一肩膀上 使劲地摸林一 两条小腿拳起来 怎么也不肯下地似的 仙儿伸过头来 恒哥向仙儿做了个鬼脸 林一忍不住笑 将恒哥抱过来 母亲抱不动你了 你下来和母亲一起走 恒哥不肯答应 逆着林一 不 我不要 我要母亲抱着 恒哥特别黏他 这一点不像辉哥 还有时候 才对恒哥严厉一些 可是想一想 这么大的孩子 就很不下心来 在他面前 无论是辉哥还是恒哥 都很随意 周十九也有模有样地 半显了严父 辉哥小时候 虽然怕周十九 现在父子两个 却相处得很好 倒是恒哥 牙牙寻语的时候 喜欢在周十九怀里闹 现在 父子两个一见面 情形就变得有些奇怪 父子两个 都有一样的傲气娇纵 林一说了好久 恒哥才举着嘴 从林一怀里爬下来 慢通通地跟在林一身边走 过了月亮门 辉哥也让如母跟着跑了过来 倾倒林一 高兴地去拉林一的手 本来走得好好的恒哥 却一下子反身 抱住了林一 占了辉哥的位置 辉哥自动停下来 看着弟弟 恒哥调皮地嬉笑 恒哥十分规矩谦让 这两个孩子 性子完全不一样 林一放开恒哥一只手 另一只手拉着辉哥 恒哥不高兴地举起小嘴 眼巴巴地看着辉哥 辉哥一时心软 放开林一的手 乖巧地站在一旁 恒哥又赖在林一身边 母亲 不是要给恒哥洗澡吗 母亲快走 快走 林一蹲下来 整理恒哥的衣襟 让拱二媳妇带着你和哥哥去洗澡 母亲呢 要去厨房看看 一会儿你们父亲就回来了 恒哥皱起眉头 脸上的笑容 跑了个干干净净 我才不要拱二媳妇 我要母亲给我洗 母亲刚才答应的 不管林一怎么说 恒哥就重复两个字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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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无奈地看了眼旁边的辉哥 辉哥也忍不住替弟弟求情 母亲就答应弟弟吧 恒哥眼神倔强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林一 林一板着脸 恒哥也不敢低头 多大的孩子竟然就这样 将来大了 谁能管束住 林一轻声道 恒哥 你要和哥哥学 你看哥哥不懂事啊 我不 我不 我不和他学 这孩子 林一还想要 接着教育恒哥 明日该请个西席 教一教他们规矩 听到声音 林一转过头去 海棠色官服 衬得他有几分的威严 特别是在孩子面前 周十九很少露出一贯的笑容 林一起身 去迎周十九 这么早就下牙了 哦 李尚书想跟儿子寻息息 向我问起辉哥 我们约好了 一起去见赵先生 只有在和母亲说话的时候 父亲的声音 才会清澈悦耳 辉哥看了看恒哥 解傲将弟弟领开 林一笑道 那要准备些什么礼物 赵先生 可不是那么好请的 求学上门的不少 赵先生 只是收了三个学生 金中子弟 出类拔萃的 不乏少数 辉哥又不像是那些 树香门地家的后辈 两三岁就开始启蒙 将来 要在科举上博功名 不过 但凡父母 总是想着 给子女更好的 其实 赵先生在家里教授 辉哥去听也是好的 不一定 非要独占这么好的先生 你不知 这赵先生 性子古怪 朝廷新设立的书院 请他去做博士 他也不肯 现在 去求学的人越来越多 赵先生 就有了出山的意思 这样一来 想要去书院读书 就要赵先生先答应 林一笑 那这么说 李尚书也是想到了这个 才会急着和王爷 一起去赵家 听着父母的谈话 来王府中做西级 跟去书院 有什么关系 哥 你如果不喜欢 可以不学 你不是 喜欢骑射吗 怎么不等过几年 找个 武功师傅来 去跟那个赵先生学 有什么好 辉哥就着眉头思量 母亲说 学武还要等几年 外公就说 可以寻个先生来 请教我读书 嗯 你自己呢 你自己怎么想 狠哥微抬起头 问哥哥 辉哥有些诧异 这件事 他从来没想过 辉哥十分认真地 看下弟弟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要听长辈的话 你年纪小还不懂 将来你就会明白 没想过 手里 可以 感谢观看